直到那一刻,魏无羡才知道蓝忘机对自己的爱有多深。直到那一刻,魏无羡才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刻骨铭心,蓝战,爱人的怀抱总是那么温暖。 此刻的蓝忘机像个孩子一样一直搂着魏无羡不放手,就连上厕所都要跟着去。 魏无羡还以为他闭着眼睡着了你,还没睡。那人舒服地往前拱了拱身子,不敢睡,万一我睡着了你又不在怎么办?万一又不要我了,怎么办?我去哪找这么好的老婆? 谁能想到一个亿万总裁半夜被吓得不敢睡觉,躲在被窝里不出来。 魏无羡温柔地摸了摸蓝忘机的脑袋乖,我先去下卫生间,一会儿就回来。 你老实点就在这里,哪里也不要去好不好?怎么像个孩子,还要让人哄,儿子都没他这么黏人,眼看着他也要跟着,去魏无羡也有些无奈,这话果然有效果。 蓝忘机不情不愿地摁了一声那你快点啊,魏无羡哭笑不得这个可不好说医生说,怀孕初期,很多孕妇容易尿皮尿急,不能憋着,忍着那样对孩子发育很不好。 慢还是快不是魏无羡说了算的,也不想让他多等,魏无羡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 你说明天早上,儿子看到你会是什么表情,根本就不用想好不好。 自己的儿子自己清楚,蓝忘机半眯着眼开口他那一副要把我吃掉的表情,不用猜都知道。 你跟儿子都那么狠心狠心丢下我一个人留在原地,说着说着,还委屈上了,怎么又说上我了? 儿子是你的,跟我有什么关系啊? 魏无羡无辜躺枪也很苦恼,明明是他自己儿子,子不教父之过,怨谁? 真是的,为什么要提我啊? 蓝忘机一个翻身,把人压在身下,用鼻尖蹭了蹭魏无羡的鼻子,怨我行不行。 都怨我行不行。 别生气,就怕惹魏无羡生气,连哄人都那么小心翼翼。 魏无羡仔细一想,自己在教育上也有问题,不能只怪蓝忘机。 我们两个半斤八两谁啊,也别说谁,怎么额头这么热? 你发烧了? 看把魏无羡急得早该想到的,那么大雪又吹那么久冷风,不感冒才奇怪,都还怪我,我去给你拿药来吃。 不,不要去蓝忘机用腿勾住人不让他走不吃药也没事的,发个烧而已,睡一觉就好了,还。 发个烧而已,魏无羡真要被他气死了,什么叫而已? 很严重的他知不知道? 有没有点常识? 蓝忘机儿子发烧都比你听话,嘴巴张开,这么大人了,不知道自己发烧吗? 哎呀,蓝忘机笑得很傻,但还是很配合地张开嘴,魏无羡丢了气温计进去,不看到好一看心脏都要下出来了42度。 蓝忘机去医院,马上去,一刻也耽误不得。 去医院,还是不要了吧,没那么严重蓝忘机,好像记得魏无羡说过,不喜欢医院消毒水的味道。 老婆不喜欢的蓝,总也不喜欢小时候都是睡一觉醒来就好了,我身强体壮没事的,只要有你在身边好得快,还真把自己当小孩了。 还小时候,蓝忘机,不去就离开我的床,离开我的家。 我数三个数,你却还是不去自己看着办。 一,魏无羡要被他气死了,我又不是医生,也不是退烧药的药丸。 还没等魏无羡数到三蓝忘机一股脑地坐了起来,我去。 我去还不行吗? 吓都要吓死了好不好? 蓝忘机哪敢不听话? 你就会欺负我,欺负我体力不支,欺负我若不禁风。 谁家老婆动不动就赶人出去啊? 我是病人啊,不应该哄着宠着吗? 我们蓝总一边套上自己的裤子,一边唠叨,叫家庭医生过来行不行。 大雪露华我怕你担心我嘿嘿,你担心我的是不是? 不是,还一边魏无羡的吃豆腐你身上好滑,好香,这他妈的,还有脸说笑蓝忘机把你的狗爪子从我身上挪开。 说话就说话,动手做什么,还摸来摸去。 那狗爪子每到一处都带着一股电流,触及魏无羡每个神经,那含情默默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魏无羡看,盯得魏无羡直流口水,脸红得要爆炸。 某个不安分的地方也变得发烫,他不敢去看蓝忘机,就那么直挺挺地坐着,跟刚刚那霸道的气势盼若两人,你脸红了,你看错了,我那是热的。 空调开得太大,对,太大了。 被说忠心是魏无羡往一边挪了挪,那人也跟着挪了挪,说谎的人一点也不可爱,但是我喜欢,那滚烫的指尖轻轻划过魏无羡的嘴唇,有意无意的摩擦,最让人着急魏英。 我想亲你,蓝忘机等这一刻等了好久了,最爱的人就在身边,行不行? 我,那蠢蠢欲动的模样魏无羡又何尝不想,直到蓝忘机慢慢地靠近再靠近,魏无羡才闭上了眼,两片嘴唇触碰的那一瞬间,心里的那团花火开始绽放。 这一刻,蓝忘机等了很久,还以为再也没有这个机会,他伸手搂住魏无羡的肩膀,让他更贴紧自己,渐渐地加深了这个吻,蓝忘机的吻很轻,像是亲吻最宝贝的东西,一下一下地很小心。 嗯,魏无羡彻底沦陷了,他已经无可救药了,你怎么会在我家?谁让你进来的? 魏昊晨醒来后,发现家里多了一个人,而且那人还是蓝忘机自己的亲爸爸,语气很不友好,个子不高举着扫把赶人给我出去。 臭小子,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?见了自己爸爸不叫人也就算了,还赶我走,我看你真的欠收拾。 但是,蓝忘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敢自己走,没大没小的,是你小爸爸让我进来的,看你还敢说什么。 不可能,怎么不可能,是你小爸爸爱我舍不得我才让我进来的。 蓝忘机说得理直气壮,魏无羡就是他的靠山,魏昊晨哪里会相信扯着嗓子你骗人。 我小爸爸说他最爱我的,他爱的是我,是我说着说着就去敲魏无羡的房门小爸爸。 小爸爸,你小爸爸睡觉呢,别去吵他。 什么爱不爱的小孩子,知道什么? 魏昊从来就没有说过爱我,这个问题要好好跟魏昊探讨一下了。 蓝忘机有些吃胃,但还是抱起儿子就离开小爸爸在睡觉呢,有什么事跟我说? 你都八岁了,该懂事了,儿子不满他的举动,但很赞同他的说法,想赖在这里不走。 你休想,我肯定会让你离开的离开我小爸爸,为什么要让我离开? 蓝忘机就想不通了,好好的一家人,为什么要分开? 儿子白了他一眼还不都怪你,我小爸爸怕我听见每天夜里偷偷地哭。 大人的事情我不懂,我不想知道,但是谁欺负我小爸爸,谁就是我的敌人,你算一个。 蓝忘机沉默了一下,儿子说得对,自己确实做了很多欺负魏无限的事情。 想起来,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混蛋,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,想不到父子俩也有敌对的一面。 感谢,沉默 感谢观看